我见四下无人,一手还住包子的腰,一只手整个贴在包子那浑圆的屁股上摸索着,包子回头瞪了我一眼,但已经有些微微喘息,我把在他腰上那只手顺势划上去,捏住他一只奶子,稍稍一用力,包子就轻哼了一声。 我的小兄弟迅速抬头,狠狠顶住包子的屁股,我下面那只手插进包子的牛仔裤里,触手是逆滑的肌肤,我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耳朵,低声说,真想就这样干你,包子挑逗地回看我一眼。 你敢吗?就在这时,背后压了一声,我一回头,正好看见李诗诗那胀红的小脸,我急忙把手拿开,谁知忙中出错,下面那只手怎么也抽不出来了, 就那样夹在包子的裤子里,最后还是包子帮忙,给我掏出来的,包子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,可他装得跟个大尾巴狼似的,还在忙活着热饭热菜。 我满脸尴尬,冲李诗诗,勉强笑道,表妹,睡得怎么样啊? 李诗诗一愣,但他的反应也很快,呵呵笑道,很好呢,谢谢表哥。 这时包子回头,假装很意外地说,呀,小男,你怎么也起来了,多睡会儿,对皮肤有好处。 李诗诗笑道,我去一下卫生间,表嫂身材真好,我穿你的裤子就无论如何,也伸不进去一只手了,呵呵。 说着,哥哥笑了几声,瞟了我一眼就走了,这下包子脸皮再厚,也忍不住犯了红韵。 不过他没生气,李诗诗的几句俏皮话,既不欲盖弥彰,又不露骨,倒好像是称赞我们恩爱一样。 本来大家都是成年人嘛,我也是愣了一会儿,才知道李诗诗为什么嫖我来。 我的裤子上顶出一个好大的圆锥体,我只好弯下腰来,某些地方太直了,某些地方就不得不弯下来。 包子看着我失笑道,呵呵,咱表妹很懂事,就是有时候问的问题太天真。 昨天一晚上,从床头登到家湿器,他问了不下几百个为什么,还要跟我探讨一下历史,我从初中三年级以后,就再没回答过这么多问题。 那你回答了没有? 我知道的都说了,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。 他问的那些事情啊,我十有八九说不上来。 我满头脚安,我很庆幸包子不是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。 可怜的傻包子被李诗诗套了一晚上的话呀。 这时秦始皇闻见饭香爬下床逛荡出来,见饭还没好,顺手推开荆轲的门,一边嘀咕道。 这个瓜皮还莫有其念,说着进了那屋。 这一刻,秦始皇、项羽、刘邦、荆轲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会晤。 把荆轲刨去不算了,剩下的三个人几乎是俩俩互为仇敌的关系。 先是刘邦和项羽合伙抢了秦始皇的天下,然后刘相反目。 我真不知道秦始皇要和刘邦掐起来项羽会帮谁,而此时的荆轲多半会帮秦始皇。 这乱劲儿。 屋里好半天没动你,过了一会儿就听盈胖子说。 我叫额,你们二位思,刘邦心怀鬼胎小声说。 真是刘邦。 项羽大声道,某乃项羽。 秦始皇没听出话里的敌势来,还热情地说。 暖影暖影,又听他跟刘邦说。 来了嘴里,就不要再增增地理。 你死哪个草地的皇帝。 我急忙跑进去。 都是在你之后的事儿了,别问了,吃饭。 盈胖子听说吃饭了,才不问了。 我还没等告诫刘邦几句,只听厕所里李诗诗喊道。 表哥快来,马桶堵了。 我很感激。 他能管那个叫马桶吗? 荆轲忽然跳下床。 伸手说。 给我钱,我去买电池。 赢胖子把脑袋探回来。 你挖偏个年,饭还没有素吗? 刘邦也爆发了。 他拉住我气愤地说。 有人骗朕说你这里玉石穷江美女无术,朕才屈尊到此。 想不到你却如此对朕。 包子在外边喊,强子,买瓶醋去。 我头大如斗,先派秦始皇去帮李诗诗通厕所,再给荆轲钱让他买电池顺便烧瓶醋。 然后对刘邦说。 你出门往右,那既有玉石又有美女。 然后对一只沉默的项羽说。 鱼哥,就你是哥们儿。 项羽看着窗外一个骑摩托的人发傻。 忽然拽着我问,那人所欺何物,竟然快欲奔马。 我终于受不了了,我像崩溃掉的诗人一样,挥舞着胳膊,满寒热泪的跑到厨房。 一把抓住包子的胳膊,激动的,都不知该从何说起。 正好看见刘邦站在一边,我索性指着他的鼻子,跟包子说。 你肯定不知道他是谁,现在我告诉你,他就是刘。 不就是刘继吗?他都告诉我了,吃完饭你赶紧先去买几条衣服去。 刘邦确实也叫刘继,可他换了个说法。 就很少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了,这小子穿着一身内衣,站在包子跟前眉开眼笑,跟在我们面前那个装逼犯,简直就是两个人呐。 我把他拉到一边,小声问,你觉得他是美女? 刘邦使劲点点头,说,我喜欢这姑娘。 我很耐心的把李诗诗指给他看。 哎,你觉得那个怎么样? 刘邦比仪的摇摇头,看去颇有几分姿色而已,比起这位姑娘来,可谓是天上地下。 我闻听此言,顿时对刘邦佩服的五体投递呀。 我想刘邦既然能看出李颇有几分姿色,那么说明,汉朝人的审美观,应该不至于和后代背道而驰。 那么我就怎么也想不通,他是怎么总结出天上地下这四个字来的,要不怎么人家干皇帝呢? 确实做到那份上来。 我暂时还没有让他明白,有准的干粮,不能碰。 这个道理的意思,有件事情,牵住他的注意力,不给我找麻烦,那就最好。 至于他会不会不规矩,已经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。 包子,在我的熏陶下,能熟练使用各种板砖,普通形的,九孔形的,甚至四领的地砖。 而且,他那披荡一角,除了我能躲开的人呢。 天底下,恐怕找不着第二个了。 哗啦一声,秦始皇的马桶,通了。 李诗诗拍手叫好,荆轲气喘吁吁的跑上来,把他扒拉在一边。 把醋蹲在桌子上,就往自己房间走。 我喊着他,科大,你站住,你为什么只买一个电池呢? 我见荆轲,只往半导体里塞了一节电池。 荆轲忽然露出了得意的笑,他神秘的说, 你没发现吧,其实只要换一节电池就能用了。 我抓狂的大叫,你那样更费电,我说你怎么天天换电池呢? 他不理我,还用看白痴的眼神瞪了我一眼,然后拉住项羽说, 哎,你信不信,这里边的小人都是我养的? 刘邦抱着膀子,很潇洒的样子,在泡我的包子。 他倚在墙上,跟广告里的内衣男主角有一拼呢。 因为人多,包子又下了一锅方便面,我把很久没用的方桌搬出来摆上, 从各个角落把这些皇帝英雄们搜集起来,安排妥当,客厅顿时显得很拥挤。 项羽执意坐在秦始皇和李诗诗中间,因为荆轲狠闹,刘邦一定要挨着包子。 我看太挤了,盛了碗面条去沙发上吃。 包子看着挤挤一堂的大家伙,开心的说, 既然接在一起就是缘分,强子,我们一会儿买点酒,大家晚上开个party。 说到这儿,他忽然想起来了, 不如我们一会儿一起上街,给刘继他们买两身衣服, 等回来的时候去超市买点东西,回来自己坐。 我一听,顿时被面条呛得蹦了起来, 领着这五个人上街,还不如让我光屁股在三环以内, 罗奔到天黑了,我急忙说,不行,我还得看店呢, 他们也都没空。 你那破店,反正也没什么事,关一下我怕啥, 大家同意去的,举照。 我要去,李诗诗率先表态,他飞了我一眼, 好像明白我的心理,又不揭穿我。 去么去么,歪哥还没有见过四面呢, 他还问身边的项羽,你气不气? 包子插嘴说,还没问这个大块头叫什么名字呢? 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应付,项羽已经说了, 某乃项羽。 项羽? 包子把筷子支在下巴上问秦始皇, 哎,他跟你们是一个乐队的? 他又转头问我, 哎,项羽跟秦始皇是一个朝代的吗? 刘邦急道,不是,项羽却无所谓, 说了声是,包子看了他们两个, 跟我笑着说, 哎,你这两个朋友历史看来还不如我呢, 哎,你说项羽和嬴政真的见过面? 摩游,我以前摩游见过他, 秦始皇说, 哈哈,你可真逗, 我是说历史上那个秦始皇呢, 秦始皇面向我, 我爱那个秦始皇, 也叫颖增, 我这一碗面呢, 全吸进了脚后根儿, 奄奄一息的说, 不是上街吗? 你去隔壁给超市送货的小王借一下他的面包车, 包子兴奋的说, 对,七个人正好, 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加五十块钱的油, 说着走了, 包子走后, 我把碗使劲往桌上一蹲, 吼道, 你们都给我听着, 这五个人都抬起头来, 茫然的看着我, 我这才意识到, 穷他们这些人一生, 敢这么跟他们说话的, 实在是少之又少, 我才不管, 来我这儿, 吃我的, 喝我的, 穿我的, 还泡我的妞, 我哪有那么好的脾气, 我跟你们约法三章, 当时没注意到, 这个成语是刘邦的手窗啊, 一会儿出去不许跟陌生人说话, 尤其是你, 刘邦, 你再见人, 就阵阵的我非揍你, 我嘴上这么说着, 却看了一眼秦始皇, 秦始皇在饭桌上虎视天下的气魄, 已经把刘邦震得没话说了, 他急忙表示顺逃, 还有, 看见什么东西, 不许上手去拿,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也不许喊, 记住回来问我,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, 不许离开我的身边, 呃, 这么远,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 就来回走了几步, 这个世界, 其实很危险的, 快回你们的时代去吧, 其实我很想把其中的几个人留下, 但现在的情况, 其实不比那个领头羊狼, 还拿着一篮菜要过独木桥的人幸运, 不绞尽脑汁, 根本连思路也没有了, 好在新来的刘邦被我吓唬住了, 项羽也心无旁骛的, 想鱼鸡呢, 其他三个人应该不会出大问题, 我心事重重的找出两件春秋换季衣服, 给刘邦和项羽换上, 包子已经在楼下按汽车喇叭了, 包子也不大会开, 但能把车从隔壁移到我门口, 我站在楼梯口, 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往下走, 顶哥, 把你裤子拉链拉上, 顶哥, 兄弟带你体察民情去啊, 你可不能暴露身份, 刘邦, 刘邦说, 我我我我, 李诗诗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, 好像是让我放心, 又好像是在嘲笑我, 反正这丫头, 估计是什么都明白, 因为我预防措施做得好, 直到所有人都上了车还一切顺利, 我把钥匙一拧, 包子哼哼了两声, 向前出溜了没半米, 就听身后项羽忽然说, 做这个去湖北得多长时间, 包子回头对秦始皇坐在一起的项羽说, 要回去也得等水退了, 哎, 对了, 我好像没听说今年哪发水了呀, 我只愣着耳朵, 又不管活乱说话, 我只以为项羽一心想着鱼鸡, 没想到他对会动的东西, 这么敏感, 车上除了包子以外, 全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, 项羽这么一问, 他们把刚才的约法顿时全忘在了脑后, 金二傻首先向我发难, 踏实着车上的广播说, 这里面也有小人, 因为刘邦和李诗诗, 适合我背靠背, 两个人的悄悄话也被我听见了, 刘邦说,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自己动呢, 李诗诗同样小声地说, 我觉得是有东西在里面起作用, 一语中的一眼, 秦始皇听见了两个人的对话, 不以为然地大声说, 简单的很吗, 你不见强子拿个架子擦它咧, 疼你吗, 他把车钥匙当马刺了,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包子的反应, 见他笑盈盈的, 见我在看他, 他冲我一笑, 你的朋友很幽默呀, 我回头瞪了一眼他们几个, 车里气氛, 顿时冷清起来, 当我加速把车开出熟悉的街道时, 明显感到又不一样了, 刘邦炸起胳膊, 几次想说话又忍住了, 看来秦始皇确实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威慑, 李诗诗看一会儿窗外, 低头墨迹几分钟, 一本美女版十万个为什么再迅速成书, 项羽没什么顾忌, 但他有些发傻, 我从厚实镜里注意到, 他好像只对飞驰的汽车感性, 秦始皇东张西望, 他之所以没问出口, 大概是因为出来乍到的时候, 被荆轲灌输过, 这是仙剑, 说了你也不懂的思想, 我有多喜欢荆轲呀, 这个二傻子把半导体贴在耳朵上, 安置若素我, 车窗外, 高楼大厦, 车水马龙, 快节奏现代化的城市, 完全展现在他们眼前, 油不得他们不震撼, 这其实就是个观念问题, 如果你一觉醒来, 发现周围的生物, 眼珠子都鸡蛋大小, 带着氧气罩, 进出飞碟, 都是先有一道光打出来, 那么你就知道, 地球已经被擒占了, 你就得拍拍屁股上的土, 跟鸭们抗战到底, 等把他们都打败了, 你的地球老乡, 自然会从四面八方涌出来, 为你庆祝胜利, 如果你一觉醒来, 一群留着辫子的男人, 正围着你看热闹, 你就得起身把他们赶散, 正心情非常不爽, 一个美女仙衣怒马冲过来, 你就得留神来, 这不是郡主就是格格, 以后是你老婆之一, 如果你是特种兵出身, 完全可以来个永兰精马, 要没啥本事也不要紧, 等他撞完你就讹他, 准刑, 骑宝马的, 一般都比开宝马的奖礼, 又或者你一睁眼, 就看见一个巨兽人, 正在大战精灵美战时, 帮精灵, 组里全是美女, 而且在破了他们公主的厨以后,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, 一气上午楼不费劲, 问题是, 赢胖子他们根本没受过这些基础教育, 看见满大街跑轱轱, 啥了, 见有人飞升, 也就是外接电梯, 呆了, 见俩男的当街热闻, 晕了, 呃, 我也很少见, 副驾驶上的包子也感觉到不对了, 低声问我, 哎, 他们怎么都不说话了, 我集中生智, 可能是想家来, 我把车停在副菜路, 包子轻轻拧了我一下, 我知道他是怕人笑话, 副菜路是我们这有名的地摊一条街, 夏天衣服五十块钱, 能从头到脚买一身, 路两边倒是有几家专卖店, 也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, 把朋友带这种地方买衣服, 明显不厚的, 太厚的不厚的吧, 中大国际一双袜子三百, 他们还得嫌那冷气凉的慌呢, 我一下车, 随手抄起一顶小红帽, 问探主, 多少钱? 十五, 我扔给他五块钱, 他一声不吭, 装兜里了, 怎么办? 一声不吭, 我看对这个人渐了, 就知道它这个人,